早期物资匮乏 每到中原普渡祭祀时 平民经常买不起大鱼大肉 于是嘉义西口香 带有客家协同的城市家族 就利用自身的糕饼技术 以当时日常吃的地瓜当作馅料 制作普渡祭祀时的贡品 做法类似客家传统的番薯饼 外形捏成各种形状 像是鱼、叶、鸟等 其中又以雏鸟形状最受欢迎 后来都称它为鸟仔饼 而传统的糕饼薄利耗食 需要香名食之上的支持 除了逢年过节 平常也可以多到嘉义的冥想饼铺走走 延续百年老店的幸福滋味